Hello,大家好,我是Jun,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支视频是要给大家做北美单簇假睫毛测评 这两年淘宝上面单簇假睫毛势头非常非常强 性价比很高,而且效果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我也入了非常非常多,吊打了我以前认知上的假睫毛 之后也会专门出一期淘宝上的假睫毛测评 给大家做参考 那今天就是我在北美能够买到的这种单簇假睫毛的产品的测评 品牌不外乎就是北美的这几个假睫毛大户 Adele Kiss 巨头一下,今天眼镜上带的北美里面我最喜欢的单簇假睫毛Adele家的产品 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首先是Kiss家的Forscara单簇假睫毛套装 它独有的这一款Bound and Sell的睫毛粘合剂 辅助的夹子 加强款的睫毛胶水 睫毛卸除液 我本身睫毛属于短小吸收,条件比较差 在使用产品之前,我先把睫毛夹翘 然后用Kiss家独有的这款Bound这一头的睫毛粘合剂 先刷一下我的睫毛 它很特别,它是一个粘粘的睫毛刷 我第一次用的时候因为把它放得太过接近于眼睛了 就有点刮到眼睛 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第一天不是很熟练的时候贴的 有些是离眼皮太远,有些是离眼皮太近 如果你有好好练习的话,它其实上手也非常快的 比起我前两年给大家测评过的红极一时的磁性假睫毛 的确是粘得更牢 所以我打算把我手头上所有的磁性假睫毛都断舍离掉了 比起传统的假睫毛 它不是粘在眼皮上 所以它感觉非常的轻盈 眼皮没有拉扯粘着的感觉 很舒服 Short和Median是比较适合我的Long 就对我来说真的太长了 我基本上用了两三次之后完全上手了 而且它也有单独售卖 所以如果你平时有用这种单粗假睫毛的习惯的话 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尝试这一款 另外加强版的黑色胶水 是眼线笔的刷头非常不好用 很容易把眼皮弄脏 而且它的粘性也非常差 睫毛胶水卸除液 它是水油分离的 如果你平时手头就有类似的产品的话 你也不需要买这一款 这款假睫毛镊子也是非常不错的 接下来是另外一款KISS家的单粗假睫毛套装 是有得到2019年的Aller奖 它上面写可以在眼睛上面待两周 但是它这款的粘性真的非常非常差 比平时我喜欢的DUP的假睫毛胶水 粘性都要差 一会儿就掉了 上面是给你放胶水的容器格 这款是胶水 这款是卸胶水的 Short的长度我还能够勉强接受 但是Median就完全hold不住 它一簇簇做得非常的粗糙 还没有上一款的细致 所以上一眼感觉非常假 妆感也非常厚 我还是挺拔草的 接下来是KISS家今年新出的自年单粗假睫毛 我喜欢的很多欧美的博主都很喜欢这一款 所以我看了几个视频之后就马上下单了 它的单粗假睫毛造型和第一款的非常的类似 根部有一排黑黑短短的就是带粘性的地方 它的确是可以粘住非常的神奇 像这种假睫毛的夹子都非常好用 一共是这样的两种长度 比起刚刚那款这一款和第一款一样 都是相对我能够hold住的浓密和纤长 如果你是本身睫毛非常浓密的人 用上去会更自然 但如果要我选的话 我还是更喜欢淘宝的单粗睫毛的纤细程度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接下来就是我开头说 我很喜欢的Ardeal家的这一款单粗假睫毛 它的胶水和胶水卸除剂 以及它提供的用来说睫毛的毛刷 我都觉得比较的鸡肋 我还是更喜欢用KISS家的Bond & Cell 来粘单粗假睫毛 它的假睫毛夹子还挺好用的 但是这种产品每个牌子都做得不错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套装里的 单粗假睫毛本身 型号是110 像我这种本身睫毛比较短小 稀疏 淡眼的女生用也非常合适 是我在北美用过 无限接近于国内淘宝的产品 但是它的价位要高很多 虽然我非常喜欢这一款 但是我也不太会叙购 国内好用和类似效果的产品 真的太多太多了 而且价格只是这一款Ardeal家的 五分之一吧 一共有四个型号 都是套装的形式 等于如果它将来考虑 单单指出它这一款的替换装的话 我会再给大家试试其他的型号 接下来是Velure家的单粗假睫毛套装 它家是属于在北美比较贵的睫毛品牌了 斯芙兰也有它的专柜 和它的名字一样 都是追求极致的丝绒感 假睫毛胶水 有一点的模仿 我很喜欢的Kiss家的Bond & Sell 名字也叫Lash Bond 但是它没有学到精髓 它的刷子太粗了 很难像Kiss那样精气地刷到睫毛上 而且它的胶水是白色的 质地更厚 上演之后是一个非常假 非常厚重的效果 类似于这个视频 Kiss家第二款单错假睫毛 不是很自然 所以Velure家的这一款 也是给大家拔个草 那以上就是这支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除了这一款Kiss家的睫毛胶 我真的是摁头推荐大家 每个人都一定要入手 一个来试试之外 其他我就觉得没有特别特别要摁头推荐了 真的超级好用 非常容易上手 沾了十几年假睫毛的老手来说 我还是觉得这支的好用程度 真的决定了我戴假睫毛的品次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一定要买一支来试试 如果你想看我的淘宝单错假睫毛测评的话 请留言告诉我 这样的话我也可以提前准备把它们拍出来 给大家上传 如果你喜欢我的彩妆测评风格的话 请帮我点赞 投币转发 给我一些鼓励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我的产品review的话 就请点击关注我 这样的话有新视频上传 就能及时收到提醒啦 希望大家天天都开心 我们下期视频见啦 拜拜